法院12号上演年金改革复议案的表决大战 在蓝绿平手的情况下 院长韩国瑜投下了反对票 挡下民进党团的复议案 不过现在民进党立委中嘉宾却踢爆 国民党立委如现一 其实在现场是缺席的 但却在投票表决的时候 投下了反对票 掀起了带头的争议 而中嘉宾也在脸书公布了一段影片 一起来看最新画面 认可的有16个族群 看到这里 其实比我们还要多很多 那我的意思是 如果这个族群的多样化 跟民主的融合是这么重要 相信我们管西跟台湾的这样的合作 可以做一个美好的见证 很高兴能够代表台湾 来这边跟大家说说话 建立感情 以彼此消遣心中的很多的疑虑 这次感谢台办这边 给我们很多的协助 让我们有兵自如归的感觉 中嘉宾写道 不在即投票 长什么样子 如现一亲自示范 本尊就在中国 两岸一家亲 却在台湾还能表决带领投票 难怪国民党心心念念 要推动不在即投票 至于民进党立委黄杰也说 按照投票程序 必须先到场签到 有本人才能领到表决卡 没签到 人没到 票却投了 请问国民党团是谁帮 卢献一帽领表决卡 是谁帮卢献一投了表决器 呼吁韩国瑜应该对这件事情 来捉名以及才是